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8月2日 C朗被指不该提前离场 在此前结束的一场友谊赛中 曼联一比一语华丽简奴战合 其中朗拿度回归并代表曼联正选出战 不过他在中场休息时被换下 随后他被发现与同胞间队友迪奥高达洛特 提前离开球场 此举也是招来了一些非议 近日前立物谱球员评论员梅飞 在参加TalkSport节目时谈到了这个话题 他表示朗拿度提前离场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事 作为球员就算你有天大的委屈 就算你是明星球员 做出提前离场的举动都是不妥的 这传递了一个很不好的信号 球队需要对此妥善处理 曼联也不能对做出此举动的球员放任不管 这将给球队树立一个负面形象 评论员阿哈拉也对梅飞的话予以肯定 他表示尽管基斯坦卢 朗拿度已证明自己是足坛最佳 但他依旧是球队的一员 应当与球队保持步调一致 在半场被换下就选择离开球场 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作为球员不应该这么做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是给我们的鼓励